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张师大的李老师跟张经理 以及线上各校的老师们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那很谢谢大家在今天年假前来参加我们 数学人文创新人才培育计划 所举办的GIS可以这样用的工作坊 我们现在线上的人数已经来到160几位了 就是各校参加了非常的踊跃 那我们地理资讯系统 其实是数学人文中很常使用的一个工具 那它跟人文跟历史结合之后 其实可以展现出另一个项度更具体的一些资讯 那今天的工作坊特别邀请了学生界跟业界的各一位的专家 那希望大家可以从两个面向一起来认识我们的地理资讯系统 那就希望今天可以有讲者很精彩的演讲 跟大家充分的交流 让大家可以收获满满了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师长 好 那我们就节省时间 我就不多说 两位来宾 一位是张师大的历史研究所的所长李中信老师 他长期做历史地理资讯 也培养很多的人才 张师大在这部分结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老师 我认为在国内推广GIS方面的教学 应用于人文研究的这个教学方面 算是走在很前面的 那另外一位张志杰老师 他是自身输入文化的技术总监 他过去在中央研究院的GIS中心这边 也工作很长的时间 国内有许多的人文的学者 他们其实当初的GIS的训练都是有他 也包括中信早期 也在中央研究院GIS中心这边也有服务过 他们都对这方面的推广 都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很像传教师一样 我自己本人也是受惠于他们 而开始应用GIS这部分的 那他现在有一些他自己 开始在跟地方的社区 跟各界的老师在合作的一些计划 等下他们可以来听听看他来分享 依照顺序的话是中信先开始吗 对 那我们就时间交给中信 先分享一下我的PowerPoint OK可以看到吗 好 谢谢这个市长 还有我们这场次的主持人 这个林静志老师 还有这个智杰经理 还有线上的各位师长好朋友 大家好 那我是张世拉历史所李中信 非常感谢这个我们大会的邀请 让我有机会跟各位分享 那也感谢我们金智老师的介绍 那张世拉历史所 成为这个金智老师的介绍 我们从成立以来到现在在17年 我们其实就一直在发展历史GIS 就是运用GIS的技术 融入历史研究跟教学 我想也累积了一些东西 那说专家是不敢当 我们大概就比较早做 那事实上 这个我跟这个智杰经理 我们都是从这个中研院GIS中心 这个出来的 我们常开玩笑说 那个中研院GIS中心 很像那个 这个少林寺厨房 这个在 这个 周星驰的电影里面 《十神》里面 从这个地方出来 都好像变得很厉害 那 我也常用这个电影 这个 功夫 这也是周星驰的电影 它有这一幕 我觉得蛮到位 蛮贴切 就是 到底数位工具 数位人文 它有哪些 那可以帮助我问什么 那 那这样的工具 这样的一种 这个 新的技术呢 它 在21世纪 慢慢的这个随着 我们包括我们科技部 还有我们教育部的这样的 推广 透过这个 数位人文 创新人才 培育计划 那 我们到底可以 学到什么 那当然我们过去 有一句话说 一朝半是闯江湖 那一朝半是我想不太够 特别传统的史学 我想它也很重要 我们不代表说 我们要用 这个新的技术去取代它 是取代不了的 那举例来讲 传统史学比较像是 我们看了过去 那个武侠小说里面谈的 那个 这个气力 魅力 所以那种传统史学那一种 底蕴呢 气力深厚 可以传音千里 这样的功夫 是非常的重要 那是一个基础 那 可是呢 在我们今天 特别是我们遇到这个 越来越复杂 这样的一个世界 很多的问题 要靠单一的这个 学科 的单一的 我们刚刚说一朝半是来解决 可能会远远不够 跨领域或是跨学科的这样的一种 就非常重要 特别是我们的数位工具 那 我们在教学或是研究上 如果能够善用这些数位工具 可以让我们很快的 就是去 达到一些过去的 学科可能无法达到的这一种境界 特别是 我们所列举的这一些 包括程式语言 统计软体 这些 诸如此类 像Python或是AI 这个其实都算了 那GIS只是其中一种 只是其中一种 那 我想在这个学科 可以帮助我们在教学 让你的 我们说 传统的这个气力很重要 那个 能够传映千里很重要 可是你能够展现出什么样的招式 吸引大家的目光 那 让你的研究 看起来 就是变得很不一样 那我想这 这也是很重要 或是说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 过去的 研究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 或是无法去提问的这种问题 我想在今天21世纪来讲 我们都有可能去达到这样的境界 那在之前 我想 需要针对GIS 因为线上我也不确定 大家有没有听过 或是了不了解 所以应该要对GIS做一个定义 那会很简短的去谈到它的发展跟应用 因为我们这个主题是它要怎么用 所以我会举很多的例子 那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做过 或是我指导的学生 或是上课的作业之类的 那让大家知道 那我会从GIS的功能面来切入 因为每个人研究的议题都不一样 所以唯一能够共通的就是功能面 刚刚讲的那些招式 那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 去发想说 那这样的功能或是这样的招式 用在我的研究或教学 我可以做什么 那一般来讲 GIS当然它是地理资讯系统的简称 那这个S也有人把它翻成科学 那特别是我们中央研究院地理资讯 这个科学 专题研究中心 那到底是不是科学 到底是科学还是系统 我想科学好像是一个未来 我们希望它能够发展出来的一个方向 那系统来讲 就我来说 我觉得大家可以 现阶段可以把它视为是一套软体 那它是一个工具 那软体当然是需要 放在电脑 这个硬体上面去执行的 那它也是与时俱进的 那与时俱进不是只有说演算法的部分 最重要的是它的内容 这个资料库的部分 它可以不断地去累积去扩充 那慢慢的 我们最有价值的地方 也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想其实简单来讲 它就是针对空间的资料 进行各种处理应用分析的系统 那它可以整合空间资讯 所有地表上面的一种空间资讯 来协助我们解决 我们真实世界问题的决策跟资源系统 简单来讲 比如说台风要来了 那我们知道这个河流会淹水 那两岸 河流两岸可能会被淹没 我们需要做预先的撤离 那要撤离到 针对那些居民 要撤离到什么程度 我们必须告诉 执行撤离工作的警销人员 或是军队 你要撤离的范围 那我们就可以用GIS去评估 告诉它一个明确的空间 那这个就是做成一个决策资源的系统的一个例子 那在整个总体来讲 GIS是指涵盖地理资讯科学的所有地理资讯 地理资讯的数位化 以及地理资讯技术 等领域发展需要的相关科学的语研究 所以我们说它是不断日新月异与时俱进 那以回应我们当代社会对它的需求 那过去至少二三十年来 你大概是1990年 GIS被介绍或是引进历史这个领域 那过去学习上会有四个很大的门槛 我们一般人是没有办法跨越的 第一个你最终要的这个地图 拿不到 那这地图呢 也没有人研究 也没有人去做书画 或是去做扫描 这个地图在军方 或是在军事部门 或是在地政单位 或是在博物馆 那取得不易 利用不易 第二个呢 GIS商用软体 虽然它是已经问世了 可是还是非常的贵 那买不起 当然就用不到 第三个呢 GIS很重要的这个刚刚讲的属性资料库 它需要时间跟金钱投入 那我们国家过去其实 其实全世界都一样 对于属性资料库的建制 历史性资料库的建制 其实它没有很支持 就是学术界这边 其实如果要重置这个工作 其实拿不到 这个相对应的这个 credit 第四个还是需要学习 那你前面三个 学习GIS门槛 任何一个门槛都会影响到你 去学习跟应用 而且你要学会了以后 你要会活用 怎么去在历史的这个 过去历史的研究 大概就是在时间的这个向度下思考 从过去到现在 那怎么加入空间的因素 所以我们像我们现在 我们的学生来讲 我们他们会慢慢会去思考 当他们在看书的时候 看研究论文的时候 就会去思考 这画成的地图 如果把这个地方 这些史料这些描述 我画成地图会有什么 可以发现什么 他们就会引起他们的好奇心 那这个就是活用的部分 好那台湾应用历史GIS发展 如同刚刚我提到 他是90年代 才慢慢引进 那其实国内 这个像中研院GIS中心 这个刚退休的这个翻译君执行长 他是从斯坦佛大学 毕业后 拿到博士学位就回来台湾 在中央研究院就介绍进来 那我最近最近对范先生有一个访谈 那对于这个过程会有比较多的掌握 就是一开始其实刚刚讲的这些门槛 对他来讲 一样他有遇到 所以GIS一开始进入到学界来讲 都是由国家的力量去发展 像这个古地图的问题 要价单机这个软体的问题 还有这个时间金钱的问题 所以像英国的这个WADN的历史GIS 哈佛复旦的CHGIS 这些其实都是由国家力量 那反而是一种webGIS的方式 首先问世是用web的方式去呈现 这个在网络网路上 你只要能够利用这个所谓的这个浏览器 我们就可以来执行 所以中研院也是THCTS 就是台湾历史文化地图 包括CCTS 中华文明时空的这个系统 其实都是用webGIS问世的 那最重要的我想刚刚讲的这个门槛 属性资料库这个部分 包括这个数位典藏 我们国家型数位典藏的计划启动 对于我们充实我们的这些属性资料 包括这些图资包括我们取得地图 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 那Google 20的上线跟GPS普及化 以及中研院慢慢释出他们的地图 透过图专服务 或是透过这个web的方式 去让大家使用 这个贡献都是非常的卓越的 那这个过程中 另外一个GIS要价不肥这个门槛 因为QGIS的上线 这个让这个门槛几乎降到是零了 我们今天只要你能够上网 你就可以下载使用 所以最后一个门槛就是 我们要学习跟应用 那我想在这边介绍一下 这个我们主持人林静志老师的一篇论文 他我很高兴他把他介绍 这个GIS在史学应用 特别介绍出来 而且他这本书是个论文集 他称为当代历史学新趋势 我想这个过程 各位可以去参考 包括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 我们的这个展望 那如同这篇论文所提到的 我们张师大历史所从96年 一直到98年 其实到现在 我们一直都积极致力于 在教育部的一个支持下 我们举办过很多针对中学的老师 还有这个我们研究所 其实GIS就是我们必修课 那包括一些乡土文史工作者的 一个在地的人才的培育 我们都是透过GIS 那中研院GIS中心提供了 很大的这个协力的角色 包括张志杰先生 这个 所以我们也累积了一些教学的经验 好 那时间关系 我想要赶快进入主题 那GIS是什么呢 它的基本组成其实就是资料跟图像 那图像来讲 有所谓的影像资料 其实简单来讲 就是像我们的地图扫描档 那它是网格的方式 列车的方式 那相量资料也是 相量资料可以说是从 我们影像资料来的 或是说 就是像我们熟悉的电子地图 我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行车记录 那个什么 那个汽车的导航系统 那一种 电子地图 有方式 那这两种资料背后 都有属性资料 都有属性资料 那属性资料 刚讲的影像资料 就是 REST就是这些 我们真实 透过这些点线面的几个图形 来表现真实的 这个 地理实体 那用一个概括化的方式 因为不可能用一张图 去表现真实的地理实体 那所以各种的资讯要进来 那各种的图例 看你的表现主题是什么 那所谓的属性相量资料 就是 每一个点 每一个线 每一条 每一个多边形 每一个抛力杆 都有 背后都有这种属性资料 有文字 有 这个 有 有所谓的数字 那 这个很像试算表 像一次的试算表 可是又不一样 因为 试算表没有办法计算 表现它的坐标 地理的坐标 或是周长面积 距离 这种东西 那 我们GIS是可以去做计算 那用在GIS 用在历史研究 我想 我今天就要用 它的功能来介绍 大概 以下 这些 1 2 3 4 5 6 7 7种 包括地图的 几何校正空间对位 那包括GIS GPS如何的应用 如何整合 那 我们常见的这个数字地图 面量图 或是各种的这个数字地图 空间分析 数字高层地形的 应用 包括地理编码 就Coding的部分 还有外部资料 我们的Open Data 或是哈佛大学的CVDB 我们怎么去整合 那 各位 的研究可能主题 或是利用的史料 可能跟我不一样 可是功能是可以让大家一起去发想 所以首先 我想地图的校正跟你相对位就很重要 那一般的地图 我们常拿到 都是所谓的古地图 其实地图全部都是古地图 那它跟历史地图又不一样 历史地图会特别强调 它是由当代的科技 用当代科技 真的历史时期的这个 这个空间 或者地理现象 人文现象去做的 这个绘制 那 我们常看到的有一种是 像这个1945年 这个美军车会的 城市 City Plan的这个图 它我们看到这种图是有坐标的 它有在图上面 加注的一些地理坐标的这种资讯 让我们可以有机会 比较精确的去 去校正它 赋予它坐标 让它可以像拼图一样的 回到它应该存在的位置 所以台中就不会跑到澎湖来 对不对 那另外一种是没有的 它上面只有一些 它要表现的地理资讯 那这个我们就必须 透过另外一种 影像对位的方式 透过这个 这个 这个 点对点 这个定位的方式去 赋予它 那几核对位的话 就可以让我们 比较容易去 把它校正出来 像刚刚这一张图 台中这一张 City Plan这个图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 古今的比较 包括土地利用 还有河道的变化 种种 聚落的变化 这种 那 这个是我把它放到Google Earth上 像另外一张图 这个也可以 可是它的误差会大一点 那 那这一张图其实就是 这个 刚刚说 抖六厅 抖六街的代座夫 其实就是妓院 日本人指定 他只能在这边 类似风化区 或是所谓的游扩 他只能在这边发展 那这边其实 都是外来的 一般 本地人不会来从事这种工作 都是外来的 所以 这些人 包括朝鲜人 包括一些 可能外地来的 他们就 会在这边生活 那跟在地产生一些空间的关系 那 这样的地景地貌 其实到今天 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应该变化很大 那像各位可以去延伸阅读 这个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 成真研究员的这个研究 那我们最忌讳的就是 我们因为 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对外关系 你就好像 发现了新天地 好像 就找到了答案 我想 这只能提供我们一个线索 我们很多的 解答不应该透过地图的这个套叠 这个overlay的过程去 去发现 应该是一个线索 可是我看到有些研究是会直接这个把它视为是因为误差 第一个会有误差的现象 第二个可能 这个利用的方式 或是各种的这个表现的这个资讯可能会有一些落差 那特别是经过了这么久 应该引导我们 它只是引导我们到现场去做一些调查 而不是把它视为一个好像答案 好 那这个 其实这样的概念 套叠的功能在台湾百年历史地图系统 这套我们首期的 这个 这个中研院 GIA中心开发的这个系统 其实就是应用这样的功能 好 那第二功能就是 把它矫正以后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素化 素位化 那像这些菌稻 像这些皮糖 那我们这些菌稻皮糖 我们如果可以表现在今天的地图上 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到 去了解说 它的这个 跟今天的这样的一种 变迁的情形 像这个是我的研究 是台北的流工菌 那它的菌稻就是从左边这一张 这个大正七年的 这个1918年 从流工水利 冬天水利会的档案是找出来了 这最早的一张菌路图 包括皮糖 包括这些菌稻 包括河稻 因为这张图的资讯 很多是我们不需要 我可以把它 收购书化筛选出来 再跟其他地图套铁 那我们就可以去做进一步的研究 引导我们到现场 去做进一步研究 那书化的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多边形 刚刚讲的 聚落如果用多边形表现 我们可以看出 像这个很简单的 这很多人画过 台北城市 在1904到1928年 它只是很简单利用 台湾宝图跟 这个地形图 两万五分之一的地形图 去做套碟 看到了一个效果 那GPS的应用 我特别找这张 这是我们等一下报告的 张志杰经理 我们也过去一起在中研院服务的时候 那GPS它是非常专家 它其实GPS就过去被称为 所谓的3S的一个其中一种 那包括摇杆技术 还有这个所谓的GPS 还有这个GIS 那GIS其实是一个统整的角色 摇杆就是透过资讯 包括这个全球定位系统 针对这个摇杆图像 去提取的地理资讯 那这个应用上 像这一张图就是 过去淡江大学 有一位硕士生 研究生 他针对雾峰的土地公庙 做的调查 他去把每一间土地公庙 做的定位 那据说骑坏了两辆摩托车 那后就回来找我 拿一台GPS 这一台 这一台 GIS的GPS定位 来问我说 他要怎么 要怎么变成地图 那我用几分钟 就把这个图画出来 发现他的这种所谓 GPS定位 在河流流津或浚道 水浚的浚道流津 村庄 跟流出去的地方 都会有一间小庙 那一般都是土地公庙 或是有因公庙之类的 而且这个土地公庙 坐向 其实会跟河流或浚道的 水流的方向相对 就是避免他水流 把这个村庄的运气 跟财富带走 那这个是可以实证的 像这个是其中一间 那我最近也是帮台南大学 大王丰老师 他做了一个计划 南山公墓的这个定位 这也是都GPS的定位 那根据不同时期的这个墓葬 去还有观察他的这个 不同时期的这个环境的变化 你看到后来这里 就变成了这个机场 或是变成了民宅 机场出现了 对不对 好 那今天的样貌 OSM 对不对 那大甲妈祖 绕境的变化也是 那这个很简单 大概68年这张不是 这一种工作表画出 那时候还没有GPS 97年这一张 我们可能就可以用GPS 把GPS挂在这个 妈祖的软架上去记录 他的这个路线 可以知道 因为他的路线是人为去 去那个 去排定的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研究 把历年路线变化去研究 那这个是我的研究生 我知道一个研究生 他今年有得奖 得那个中华民国地图 绘制的这个比赛 那他研究他的家乡 这个大渡 这个跟当地的20庄 4月份的 娘妈祖的这个路线图 还有这个妈祖在这个地方 已经变农业神了 所以每一间庙的位置 跟这个 这个 他的这种所谓的 在地的这些歌谣 还有一些故事 其实都可以串联起来 我想这一张 可以在他们的小学 这个中学 可以作为一个 很棒的乡土教材 这个是他们绕进的过程 那刚刚是GPS功能 GPS其实就是去 记录当代的一些 你不能回到过去 就是记录当代的一种 这个空间资讯 那会是数字地图 我们就会利用这一种 日本时代的这一种 各种的统计资料 数字统计资料 所谓的科学殖民 就是把很多的 这个东西变成的数字来管理 那问题是 这些统计资料都是从 他有他的统计单元 统计范围 我们必须确认 你这个统计资料是 他数字的变化减少 是因为统计单元的变化 行政区的变迁 还是他真的有成长 像这一番 1901年到1902年的 这个有关于汉人的这种籍贯 像泉州 张州 广东 首帆这种人 他是用当时台湾最小的土民 去做的统计 那这种资料 把它划成地图 就可以台中来讲 我们可以把不同的主题的 像泉州人 泉州人 跟广东人的这种分布 1901年的分布 把它表现出来 因为它很细致 它是到土民 大概今天的地极土的小段 我们就可以知道 像这个泉州人 跟泉州人的分界 这里百分之百的泉州人 百分之百泉州人 百分之百的泉州人 它的分界其实是 龙井区的一个 这个区公所 长边一条水浸 那听说两边是没有 互相没有往来 没得及出来 那这个也是我另外一篇研究 针对刚刚的同样的资料 把台北盆地的 不同的张州全州 我们只是经过一个 简单的换算 把超过百分之五十的接桩 表现出来 客家人只是要三成桩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红点 这个是淡新档案 清代的资料看到了 客家人其实是整个台北盆地 开发过程中的主力 可是他们在1901年 已经退到今天的三成大溪 大溪这边 所以大家以为 就忘记他们了 那其实包括 这个大平林郡 大平林郡这边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开发的主力 那这个另外一个表现 就是这个方式 就是柱状图 这个是我学生 根据这个彰化县的各乡镇的立安寺庙 去绘制的 那这个的特色在于 它可以不是表现一个资料 可以表现很多资料 甚至不同年代的资料 就可以在我们 好像2D的这种 或者说禁止的这种平面上 地图平面上 去看到它的动态变化 那这个是丙图 或是它也可以变成分级符号图 就是透过圆圈来表现它的大小 数量大小 或是它的比例 那这个左边这个图 是去做1926年的台中州的人口的组成 不同汉人组级别 它只能看到比例 它看不到真实数字 那右边这个就是面亮图 用同一个色调的方式 去表现数量的多寡 或是比率的高低 那这个常见 像我们全局完的得票率 这些 蓝绿得票这种 其实很容易让我们看到 哪边得的多 哪边得的少 那点子图也是 这个是我帮戴文峰老师 这个残兰大学他们做这个西兰事件 在所谓的这个 利用户口资料去做的这个统计 那有男有女 我们可以 可是这个点子图 其实像这个 是我做那个 续修男头限制 我们用点子图去表现人口的分布 可是其实它是因为它随机的 它随机 所以你会看到日月坛上面有点 因为它是随机分布的 它只能让我们看到人口的一个疏密程度 那空间分析的部分 我举这个刘富财日记这样的一个文本 那它可以做什么 因为它上面有日记 会记录很多的时间 很明确的时间跟地点 它今天去了哪里 见了谁 见了谁 这可以用社交媒体去表现 我有写一篇 最近投在四大历史学报 那这个地点 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资料库 所以说资料库很重要 我们要花很多时间 因为它没有出过国 它就在台湾 我们看到它一生的足迹点 我们可以画什么乐趣图 去表现它的一个乐趣分布 那我会有这种想法 也是因为我在看上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 在俄罗斯的那一场 那赛后呢 他们会针对明星球员的这个移动的这个track 去做乐趣图 那我想如果人的一生是一场球赛 那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表现 那其实我们的那个Google的这个 Google的这个相簿 其实它也在帮我们记录 有时候有一次我就发现 那我现在在执行的科技部计划 在做冠元先生日记 就是林献堂 所以这要花很多时间 那我为了这个演讲 我做了一个Google API的一个查找 那当然这还要人工除错 像这样的一个资料 我做了这个日记 这个不同的地方 日本、台湾 这个欧洲、美国 那就可以做进一步利用 那DEM进来 我们可以做3D立体图 可以算等高线、坡度、坡像 坡面图 那这个是我用 我研究流工菌的时候 去分析这些三条水菌 流工菌包含 流工菌、物理穴菌跟大瓶瓶菌 三条水菌的先天的构造 那还有后天的命运 后天命运当然是人为的管理 还有土地的 像这个就是 这个土地的开发造成水土宝池的问题 那这个我们1860年台湾开港以后 这个茶树的种植对油工菌的这个新练锡上游的这个开垢 这些坡度造成了这个很多很多地方坡度超过是比例是不能够种植东西的所以会造成这些影响 那思维分析也是 那这个最早利用像Harris或是这个Anne North 针对这个盖茨堡之翼南北战争中最重要一场战争的这个研究 那过去的研究者只能看到这个白色的区域 他能够描述的就是这样 可是透过GIS呢 我们透过十一分析可以看到这个黄色的部分 这个是李将军的这个什么 他能够看到的视角 那黑色是他看不到 那因为这样子我们战争的研究 有一种 有一句话叫做灯下黑 那他就看不到这样的视角 造成了这个北军 圣南军拜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那可以让我们 像我们学生的研究去研究 历史上台湾的这个各种的战役 像这个仁慈观之翼 赛德克组的视角跟日军的视角 那也有学生去做这个风水穴位 那这个我最近有请教了这个王志宇老师 风甲大学的王志宇老师 他说这个属于刑事派的 那传说呢 或是那种什么气场的那种就不算了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台湾历史上各种风水穴位 去做一个像土地契约里面其实很多 我们去把它做一个定位 是不是有它的这个所谓模组的模组 可以模组化的问题 那第八种就是地理编码 那简单来讲 它就是把地址或是字串变成坐标 那把这种表格变成坐标这种图 那像我们的汽车导航 就是你输入地址或是一家店家的名字 它就告诉你一个坐标 你就导引你过去 那我们用很多的就是这些 日本时代的这个户口旧部 土地地级资料 还有因为要登记土地 所有权需要拿出来的这些超入契约 清代的土地买卖的记录 那日本人呢 台湾土地调查局 就会超入你的这个 这些资料 同上当时候的地号 所以这些地号我们就透过地级土 就可以找到今天的位置 那这样的功能可以用很多 像这个户口资料 像海角七番地 那如果有学这个功能 它其实海角七号 它五分钟就找到了 那个故事就结束了 那事实上这样的资料 因为这样的地号 我们可以找到 我们知道这个资料有多大 这个资料有600万人 到1945年 600多万人 那可惜我们现在因为各支法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全部的去利用 如果未来可以建置一套资料库的话 我们只要检索任何一个栏位 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个全台湾的每一户 精确到每一户的这样的资料 那因为日本时代是 门牌号码就是第几号码 所以我们可以找到刚刚那一个 这个首帆日南社的他的住所 就在这辆车这边 那我们可以去敲他们了 你只需要问他说 你们来这里多久 住在这里多久了 对不对 就可以确认 那像我之前一个科技布机 就是做那个厚隆新港社的通分圈的研究 从哪里加到哪里去 从哪里加过来 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个各地的差异 那这个超路气质就是因为为了登记土地的所有权 确认土地所有权 所以把清代没有 清代只有土地买卖是透过契约 的一个 一个潜力 是以论民约 由民间自己去签利契约 那到日志时代 以土地买卖要以公正到百分公正为主 所以他们为了确立土地所有权 邀请你提出这些资料 会同上当时候的帝号 那这些资料 我最早就在刘工俊的研究 也是第一次把它放上来 那像上面土地契约很多的古地民 今天都已经没有 连台湾保土都没有古地民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像这个河博地找到它的位置 像这个一些过去没有办法研究的 这个或是研究上 遇到困难的这种古地民的考证 我们都可以透过这种方式 像这个崩山 他说爱崩山脚 其实我们找到这个位置 这一块地的土地契约位置 我们看到崩山就在这里 就是内水尾山 那政府的open data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数据资料 这个如果我们可以善用 也是非常好用 像这个聂政部民政司的这个寺庙资料 这个有一万两千多间 是有立案的 光这个资料我们就可以做很多 我只要筛选有夫人的 就是他主神是夫人的 我们看到全台湾这么多 那最终于是很多没有立案资料 你可以不断地再去累积 就变成你个人的资料库 那这个土地生化室也是日志时代 土地登记的一种这个资料 那经过单位的换算 我们的学生就可以把它表现出来 1902年的土地利用地形图 所有寺庙分布图 他把上面所有寺庙都找出来了 这张大概是我们台湾最早的寺庙分布图 那包括我做了研究 这个也是科技部技 我透过这个有收翻租口粮 有跟平埔族缴纳口粮或翻租的土地 四万多笔 我也是把这个可能是1905年 日本人收买平埔族大租权之前 收翻最我们平埔族最后的 它的地球范围 那我们可以找到它的 社跟社之间的界限 像房里西 94日本社跟日南社的界限 可以细致到这样 那台江内海也是 我们可以去考证河道的变化 这个生文系的变化 透过同样方法 然后去挑战过去 自然地理学者 所考证出来的台江内海的界限 因为土地不可能 这1200多笔的土地 土地不可能在海上 那这样的原理 我们就可以透过动态的过程去表现 这个像这个核密度分析 我们可以知道 有些聚落竟然是在 像这些聚落竟然在过去的地理自然学者 他们画的海岸线的外面 所以代表他们的土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就可以去验证它 像这个新疗这个聚落 这个就很明确 他们的庙的碑文写 他们家庭年间就来了 可是过去的研究 因为它被画在海岸线外面 就被认为是道光以后 福富 道光1823年那次的福富 改道才成立的 所以这样的说法 就我们可以验证它 那进一步台江十六疗 今天台江十六疗的人 从哪里来我们可以把祖谱的资料放进来 那祖谱有很明确的 他们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这种资料 我们可以把它放进来 那未来可以整合更多的资料 只要你有地号 那像这些大树补藏金台帐 像这种地级资料 或甚至是过去地方法院的公证书的原本 像这个板桥林家所有的土地的分布 寺庙台帐 我们都可以 上面都有地号 我们都可以透过这种方式 去把它画成地图 那CVDB也是 我想要做了很多 它也是一个资料库的概念 那透过GIS功能 我们转手之间 像学生的作业 可以很轻易的 就几分钟之内 就画出了这个 北宋时期 像这个NIN制度下的 出生地区的渠图 像这个应用上就可以 那线上之远过去 我这个很久以前 在作评制老师的 这个邀请下 我们在 把科技部数学人文丑话小组 拍摄影片 跟我散布 各位可以去参考 在YouTube去搜寻我的名字 GIS就有了 那我们也有我们的历史地图 会自私的这个 这个脸书群組 请各位 我们随时随身的作品 还有老师的作品 都会在上面跟各位分享 那教学上 各位可能可以直接的 去使用了 告诉我们就可以 那 感谢 我想实践关系 那 感谢各位的聆听 那也希望 因为 藉由这个机会 这个 就教于各位 那我们现在正在招生 也欢迎各位来报考 这个 大家可以有共同的兴趣 做 大家喜欢的事情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张信老师的 精彩的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